我在越南就是其实发生过很多的事情 包括我可能曾经在越南交骨折 然后回台湾之类的 那也有像我曾经 我之前第一份工作 我是在胡志明市工作 是在越南的南部 那时候我的客户要参访工厂 但是临时订不到机票 所以他订得到河内的机票 是在北方首都的地方 所以我必须飞上河内 去带他前往我们的工厂 那那一天我提早前往 然后那天是下着大雨 我就上了机场那个 会一直拉客的计程车 结果他们开到一个桥下 然后就有一群人聚集在那边 然后就有一个人坐上来 到我旁边跟我说80元 就是他要80美金 然后他说要80美金给他 他才会愿意继续载我 那我想说 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刚工作没有很久 大概工作一年而已吧 我觉得为什么我要给你这么多钱 我那时候是小菜鸟 我对金钱非常的执着 因为我的公司能报仗 就大概四十万越南顿而已 就是只能大概六百台币 所以我就决定 那我来跟你杀价 我就跟他讲说 两千四要杀到六百块 对 我就想说我要跟你杀价 我就跟他讲说 我跟你一样 用粤语跟他讲说 我跟你一样在越南也生活很久 所以我身上是不会带美金的 我说而且我现在身上 也没有太多现金 我只有四十万越南顿 我说那给你越顿可以吗 他说可以 我说但是我只有四十万越南顿 我说要不然我给你三十八万 我留两万 等一下我到旅馆 我还有办法出去 就是买个东西什么的 那结果后来在那边拉拉扯扯 之后后来他跟我说好 因为我就一直跟他说我真的没有 然后 因为还是有用的 然后后来他们就 结果他们后来就把我的二十九 二十九寸的行李箱就拉下车 然后就叫我换上另外一台车 然后他们就接受了我那三十八万越南顿 然后用另外一台白牌车 把我载回我的旅馆 还是有很顺利 就是大家都以为会被丢包了 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到我要的地方 而且我没想到就是这种 有点类似抢劫犯的人居然是可以杀架的 因为男人很善良